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的課程非常高興 能夠邀請到我們的一位藝術家 不要稱前輩 因為他雖然很資深 可是看起來還是很年輕 那作品 哇 非常的前衛 那我們今天很難得邀請到一位藝術家 梁藝芬 梁老師到我們的課堂來 先給梁老師一個熱烈的掌聲 梁老師是出生在台灣的中部 是彰化人 台北師範畢業 台北師範的藝術科畢業 所以是本科系 在學生時代就非常的傑出 那是台灣早期就是從事現代繪畫運動 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 那他在年輕的時候 大概在1982年的時候 就成立現代演畫會 那這個也是在台灣我們畫壇裡頭 從事現代繪畫運動很重要的一個團體 那之後他放棄了教職 然後就開始從事藝術創作的工作 那在50歲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就離開台灣 然後本來很嚮往巴黎的 在他畢業以後 其實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老師有跟我們台灣 現代繪畫創作的很重要的一位前輩藝術家 李仲生老師跟他學習 然後也受了他很大的影響跟薰陶 那從他的薰陶過程當中 其實他非常的嚮往巴黎 但是到了他50歲的時候 他做了另外一個選擇 他選擇到了世界的藝術繪畫的熔爐 的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到紐約的舒活區 那到那邊去闖天下 那也是台灣我們當時的台灣議談裡頭 我想是第一位到舒活區 去開拓這個天地的一位很重要的藝術家 那在美國10年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有非常豐富的歷練 那在10年前梁老師也回到了台灣 然後選擇在台東這個美麗的都蘭 就在那邊定居 然後過著這個非常簡樸的生活 那這一次我們非常榮幸 在這一學期 我們特別邀請梁一芬梁老師 到我們交大來 我們在下一個禮拜二 會有梁老師的這個展覽 那所以希望在展覽之前 能夠邀梁老師來跟所有的同學 一起分享他自己非常精彩的 藝術創作的心路歷程 然後也跟大家談談 一個藝術創作者的角色 跟我們理工科系的學生 怎麼來欣賞藝術 那梁老師的公子其實也是我們交大人 剛在吃飯的時候聊起來 才說哇這個原來是我們交大的家長 那他的公子是我們交大這個應該 應化所很早期畢業 現在在美國做博士後研究 非常優秀的一位學長 那所以他對交大人非常的了解 他就覺得說我們其實交大理工科系 更需要有人文的熏陶 就我想我們希望今天透過 梁一芬梁老師她的分享 讓可以引起大家的一些興趣 那在下個禮拜二 下個禮拜二的中午 就我們在前面的藝文空間 就我們的畫廊 會正式舉行梁一芬老師 2009的很重要的一個展覽 開啟藝術新視野 那到時候也要歡迎所有的同學 一起來參與 那現在我們是不是又 我們邀請大家用最熱烈的掌聲 我們來邀請梁一芬梁老師 來跟我們做今天的分享 謝謝 謝謝劉教授 弘主任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榮幸 來跟各位這麼多年輕的朋友 一同來談藝術 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說 爹地我發現你很有名 我覺得很好笑 怎麼說 他說網路上你被點閱了 是第三名姓梁的 我一聽我姓梁的 那誰是第二名 他說梁朝偉 我聽了就說 那當然了 梁朝偉他有名了 那誰是第一名 他說梁三伯與朱英台 我呢小時候 對我的名字 可是非常欧 非常氣憤 怎麼取到這種爛名字 所以現在人家說 你叫什麼名字 我說梁液粉 液是精神意義的液 神采意義的液 粉是粉化乳的粉 好像全部都很不好 可是很多人叫我簽名的時候 都說你的名字好好喔 我就是藝術家啦 是不是後來改名 我說不是 是我爺爺給我取的名字 因為鄉下人 我還順便告訴各位 我真正的生日是十月十七號 四天前 那因為鄉下人 生出來的時候 爺爺就馬上去給我 排了一下八字 這個孩子 掃木又掃了火 五星裡面沒有木又沒有火 他就找到一個墳字 有木又有火 那麼我的生出來了以後 爺爺等過了一陣時間 才去報戶口 他說這個孩子活了 活了 以前鄉下人 生出孩子不一定會活 我有一個朋友 他比我更幸運 他晚了一年才去報 他爺爺說他活了 所以我是十一月十七號生的 到十一月八號才去報戶口 所以啊 我的孩子啊 每一次啊 到了十一月八號 爸爸生日快樂 我說過去了過去了 現在啊 長大的三個孩子 但是 竟然都記不得我是什麼時候生日 我的大孩子 是這裡的應用化學研究所 是吧 畢業的 那他現在是在美國了 我學畫也是非常偶然的 不是說 哦 其實我是讀工業學校 在我那個年份 那 我是初級工業學校畢業 畢業了以後覺得 什麼也不能做 正好家裡那個時候搬到台北 我就在台北 有一家叫做西瓜大王 在那邊當小弟端盤子 你要知道西瓜非常滑的 我兩個手拿著西瓜盤 客人一桌散了一下 全部都游到地上去了 我臉都綠了很怕老闆看到 還好他沒有看到我再重新去端 因為人很多 這樣幹活幹了差不多一個多月 覺得不好玩 我就跑到冰果市去當徒弟 冰果市更可怕 就在峨眉街 那個時候我十五六歲吧 從一樓到五樓的廁所 天天要擦天天要洗 我覺得我非常賣力 老闆娘跟老闆都說不乾淨 我都不知道怎麼樣叫做乾淨 所以我也是幹了差不多一兩個月 我覺得不好 所以後來看到招生廣告 台北示範有美術科 藝術示範科 我就報考了 更好笑的又來了 因為美術科系它有術科 要考術科 術科裡面要考一個水彩 一個素描 我不知道素描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讀的是工業學校 不是讀普通中學 我只知道小學生的時候是畫畫 只有畫圖 明天要考試 今天不得已 我跑到學校去問那個考生服務隊 欸 什麼叫做素描 他們說素描啊 就是用一支黑色6B的鉛筆去畫畫啦 我說喔 就把它想得非常簡單 那麼第二天去硬考啊 素描我用自己的方法畫 水彩用自己的方法畫 欸 很幸運我考取啦 可是是班上最差的一位 這學習的過程啊很辛苦 後來我跟我們老師講 我都不會畫畫 怎麼會被接受 他說那個是看你有沒有色盲啦 還好我沒有色盲 可是儘管我在學校表現得多好 但是當時覺得 跟那個畫的創作非常遙遠 同學們也許都把自己定位在 我是老師 我出來就是教小朋友畫畫 可是那個時候 有一本雜誌叫《筆會》 你們也許都不知道啦 有一本叫《筆會》 還有一本叫做《文藝春秋》 裡面偶爾在資訊非常沒有的時代 他會介紹一些巴黎的名畫家 介紹Picasso 介紹梵谷 介紹Matisse 那我呢每個中午我會躺到草地上 看著天做白日夢 我說哪一天我有靈感啦 我也可以畫得出 像Picasso或者Matisse的東西 可是到了快畢業的時候 有一個學長他勸我 他說你如果真心想要走藝術這條路 你到中部 也不確知 他說中部 有一個叫李仲生先生的 跟他學習 所以我就到台中去服務 花了一整年的時間 找到了這位老師 那我跟這位老師學習了六年 這個老師最後的一句話 非常令人感動 他說 將來 如果你把我 就是你跟李老師學習的這一段時間 拿掉 就不是你啦 所以一個好老師 對學生的影響有多深 所以當我兒子要留美的時候 我給他一個建議 我說 爸爸不期望你得什麼博士 什麼博士 但是我非常希望你到美國以後 知道哪一個是諾貝爾得獎的得主 你就親近他 有一個也好 兩個也好 三個也好 你就是一輩子都跟這些 諾貝爾獎得主在一起 你不用拿到學位 你回到台灣 這些諾貝爾獎得主 都是替你讀了書 你會非常了不起的 你會非常了不起的 我的孩子大概沒有我的 那個想法啦 他沒有做到 他的老師是翁啟貝 是李遠哲院長推薦給他的 翁啟貝也非常疼他 深化 分子化學 四年的時間就給他博士學位 他現在在史丹佛做博士化研究 這個是題外化 那我跟我們李老師學了六年 然後我參加了巴西聖保羅國際展 之後我比較有空 我又跟李老師碰頭 我想再跟他學習 他說不用了 你兵器比我大 那我們李仲勝老師是因為 他的學生表現得非常優秀 我們台灣這個文化界 才看重他 他死的時候 這個國美館 以前那個館長講了一句話 一個李仲勝 勝過一所藝術學校 這是題外化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我五十歲的時候 為什麼會跑到紐約 以前人家講過一句話 瞭解 瞭解皮卡索 就是可以瞭解二十世紀的藝術 我個人覺得 你要瞭解世界畫壇的動態 你要瞭解 你要瞭解藝術市場的運作 你就要瞭解搜尋 蘇佛區 蘇佛區 對藝術界 畫家 畫商 或者是藝術批評界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現在先概略地來介紹一下搜尋 蘇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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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趟這個地方 是紐約大學 隔了一條馬路下面 它橫的有六條街 竖的也有六條路 是一個小小的一個 community 一個小小的社區 可是 在那裡走動的藝術家 超過二三十萬人 人口之密集 可以嚇死人 因為藝術家在那裡走動 所以觀光客也就很多 觀光客大概是要看瘋子 藝術家每一個都是奇形怪狀 當然在那裡走動的藝術家 都是沒有成功的 沒有成功的藝術家 跟乞丐 跟遊民 跟流浪漢 沒有兩樣 所以好看 好看 當他們風起來的時候 女的明明在路邊喝咖啡 也可以脫光身子 所以路人就直步 啊 所以它是紐約市觀光的一個重點 那Sowho這個地方 有三百家左右的畫廊 剛剛我跟劉教授 主任講過 每一年都有新的畫廊在開張 有舊的畫廊倒下去了 前赴後繼 每一個人都覺得 不來說 經營不行 他們從加州 從波士頓 都跑來紐約開個店 開個一兩年 把本錢賠光了趕快又回去 很多都是這樣 但是做得成功的百年勞店 還是很多 那我第一次去說 睡醒了 因為我們飛機是晚班到 第二天醒來了 我一下樓 我先住到朋友的家 看到來來來往往 行行行色色的人 好自在喔 覺得每一個人都不愛著誰 這個地方怎麼會這麼好 後來一個美國人跟我講 紐約是個沒有騎士 也是機會最多的地方 如果說有騎士 那紐約的騎士最少 你在你們國家 也有什麼各方面的騎士啊 男女的騎士 職業的騎士 或者是學歷的騎士各方面都有 在紐約沒有 如果說機會很少 它也比別的地方機會多 他勸我好好的待下去 那於是我租到一個房子 這個房子離SOHO 坐地鐵 要45分鐘 它是一個終點站 叫Kone Island 就是康尼島遊樂區的地方 很方便 可是它進市區 我每一次買材料 來 回 都要花上兩個鐘頭 等車啦 加上走路 加上你一旦到了紐約時候 你不逛一逛 那你來做什麼 所以就花掉一整天 早上出門晚上才回去 很浪費時間 然後我在那裡很拼命地工作 訂畫布啦 買材料啦 畫畫 畫了八個月 我就也捨不得了 沒錢 我就把畫放到院子裡 自己拍 拍換燈片 拍換燈片 拍好了以後 我準備了二十套 我在SOHO把喜歡的畫廊 圈了下來 我附帶跟各位講 SOHO的畫廊有三百家左右 當中有一百家是商業畫廊 我們今天講商業畫廊好像很歧視 其實不對 商業畫廊裡面有一大部分 賣的都是大師的作品 像皮卡索 馬提斯啦 安迪霍霍霍這個 因為它已經有商品價值 所以它是商業畫廊 小部分的畫廊是賣海報啦 賣複製畫啦 賣什麼模仿的 那個是小部分 所以商品畫廊 不是壞的 第二種畫廊是出租的畫廊 各位常常看我們台灣有很多畫家 資料是我在SOHO 哪一個畫家展過 我不只名字啦 其實那都是租的 有一次我一個朋友展覽 我正好從菲律斯展覽 完了回去 我覺得台灣來的朋友展覽 我不去看很不好意思 我去了 怎麼 黑黑的 都沒有燈 我只好敲一敲門 裡面才開了燈 為什麼 因為它是出租畫廊 我們台灣這個畫家給了錢 人走了 到處去觀光了 那這個畫廊老闆就省掉電費了 反正已經租出去了 這個出租的畫廊 出租的畫廊差不多有100家 很多世界各地的畫家 想在紐約找機會 他們沒有辦法 一時沒有辦法 會找出租畫廊 有本錢的租一個畫廊 沒本錢的租一面牆 所以一個畫廊有三面牆 就可以同時展三個人的畫 這三個人都可以寫上 自己各展的貼紙 然後去找畫廊的老闆 來看就在隔壁啊隔壁啊 那一些老闆就會走過來 一看喜歡的畫 他們就有機會不喜歡 他覺得我展期到了收拾行李 回家去 回巴黎去 回台灣去 就這樣 還有100家 是純藝術的畫廊 純藝術的畫廊就比較挑 那我就在這裡面呢 做了記號 選了20家畫廊 是個雨天 我進去了 當然我看不到老闆啦 我只看到那個服務台的 先生或者小姐 他們服務台 百分之九十吧 都是男的 同性戀者 打扮得相當秀氣乾淨 甚至手指甲都塗了油 我問朋友 畫廊為什麼請 都喜歡請那些同性戀的呢 朋友說 好啊 她有女孩子的細心 有男孩子的體力 喔 她比較好 那 這些服務的 看到我 客氣的 你留著 不客氣的 一直搖頭 那麼有的是折衷啦 你哪裡來的 你想找我們畫廊 你很喜歡 三年以後 你再過來好不好 我也想 之後三年我要花掉多少錢 第一輪 我是腳白卷 跑到朋友那邊 朋友說 再說 喔 如果畫廊的老闆 願意走到你的工作室 一分鐘 哪管是一分鐘 已經很了不起啦 我就很失望 好啦 其實我那些作品都是很好的 沒地方放了 通通拆掉 通通拆掉 但是啊 我還是不死心 我看到一個畫廊老闆在那裡走動 我就衝進去了 我拿出我的資料 那個老闆怎麼講 現在沒空 那個時候大概是十月份了 現在沒空 我十一月以後才要看作品的 我說對不起啊 十一月可能我回台灣了 他說好 那你的作品放在哪裡 我說空年阿倫 不去太遠了 這個教訓啊 讓我一下子醒過來 所以我就在搜索 租房子 我在空年阿倫租的空間蠻大 三個房 兩百四十塊美金一個月 在1987年 在1987年 可是 我要再說租房子 差不多我們台灣的坪 二十坪 它要一千塊 那個時候台幣是一塊對四十塊 等於啊一個月要四萬塊 我嚇了一跳 可是你不租行嗎 她已經租給我很便宜了 她是張愛家的姊姊 張愛莉 是作家張北海的子女 好啦 我就租了 租了就在那裡 我又努力地工作 第二年 我又把作品 他們說 你不能用那麼小的幻燈啦 要大的啦 好 我就學人家 洗這麼大的照片 有趣 還是擺著 還是擺著 但是有一家有回音啊 約好時間 我因為怕我英文不行 所以我找了一個留學生 當年在那裡讀博士的 現在在裡面竹師 當教授的一個謝宏鈞 教授 他那時候在留學 他就說 好 我來幫你 結果畫廊老闆娘進來了 每一個作品都翻 都翻 翻完了以後 他問了我一句 你來多久啦 我說我來兩年 啊不對 在美國 你沒有待過五年以上 你不了解 他就走了 啊 我說我 當時應該笨笨的告訴他 我來很久了才對啊 這個機會就失掉了 後來啊 我就覺得 不行 我要長期奮鬥 正好 張艾莉 她這個房子是跟江青 舞蹈家 江青 他們共買的 每個人一半 江青一直要賣掉 然後 他就趕我啦 趕我啦 我就在說後 買了一個工作室 我就長期奮鬥 好啦 過了五年 過了五年 那個時候我已經不再找畫廊了 過了五年 終於 機會來了 這個機會是別人幫的 是一個六四民運人士 六四 他跑到美國 他專門在替中國大陸的畫家 找機會 六四以後 中國大陸的畫家 在SOHO 差不多有兩萬人 嚇死人了 我們台灣二三十年 在SOHO的 不會超過兩百人 但是住到SOHO的 包括我 只有六個人 我離開了以後 中國大陸的畫家 能夠進到SOHO的 只有現在非常紅的 蔡國強先生 SOHO是非常難進去的 你要住到SOHO 要買SOHO的房子 一定要有一個藝術家的license 沒有的話 他不給你的 所以 我就 好吧 就在那裡買了房子 我買房子的時候 那個 合作公寓 他們就給我律師一個信函 他說我如果沒有拿到 藝術家的執照 每個月要划我五十塊美金 划到我離開為止 那我就也請律師給我回一封信 要准我住到裡面 不准我就不買了 因為我要買的是一家畫廊 畫廊是公共空間 不可以住人的 因為那住人的地方太少 結果呢 他們的回信是 歡迎你住進來 但是我們沒有全力准你住 這就是 表示說 你偷偷住 我們都不會檢舉了 我就放心了 嗯 果然 一住Soho 機會來了 有一天 這個民運人士 透過朋友 就找到我的工作室 我就送了他 一本我的畫冊 他就拿著這個畫冊 Soho走了一圈 回來跟我講 好多家畫廊 對你的畫有興趣 我說怎麼這麼容易啊 這一點啊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 孩子 實在不如彼岸的人 他們那張臉啊 或者是那張嘴啊 特別厲害 老外 老外都給收動了 他不只是替他們做 也等於替我做 後來他第二次來找我說 有三家畫廊 想要看你的畫 我就說好 第一家叫Revel 進來的時候 是四個人 大老闆 小老闆 經理 還有Direct 我一看 第一次有這麼多人進來 進來啦 我請他們做 我就要去倒茶 轉個身 看到他們手 這樣比了一下 好 他們這樣比一下 給我偷瞄到了 然後我倒了茶以後 他們就跟我講 你一年可以給我多少畫 我說兩百張吧 啊 我跟你打全球約 我說對不起 我英文不行 我怕沒有辦法跟你們溝通 這個老外怎麼講 行 你慢慢講 慢慢講 一句一句的講 我們都懂 咦 主客意識 我以前找他們 這樣子 今天他們行 你怎麼講 你慢慢講 這家畫廊 我跟他 有兩三度的接觸 後來放棄了 放棄的理由是 猶太人做生意很難 他賣了畫 少給你錢 我說這一次應該是四萬多美金 你怎麼拿三萬 你聽錯了 我們當初怎麼講 好像我英文講不好 連數字都講錯了 我很生氣 可是這個大陸 朋友他就說 算了 算了 好了 算了就算了 不過我這個朋友 我用我的話當酬勞了 那第二次呢 他賣了畫 告訴我已經賣幾張了 我就 我很窮啊 我要畫 要錢啊 他一直說 還沒有收到錢 還沒有收到錢 這沒有一收啊 就要半年以後了 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麼不老實 所以這家我放棄了 那後來就別家 一聽到他不要啦 趕快給我排展覽 那排展覽的時候啊 我是他臨時插進去的 十月份 我在收穫第一次 很冠冕堂皇的半畫展 欸 才展出第二天 老闆就請我吃飯 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飯 他就把他的筆記簿打開來 把他的schedule給我看 全排滿了 但是明年的三月 跟五月 他是空檔保留的 任何畫家在這個畫廊 要第二次展出 大概要六年 其實是每一家畫廊都這樣 因為畫家太多 六年能夠有一次機會 你就不錯 但是這個老闆馬上說 明年的二月 三月或者五月 那我就說 五月是春暖花開了 他說對對對對 非常美 可是我喜歡第一炮 開春第一炮 因為他們聖誕節一直修 修到二月份 那三月份那個展覽是最重要的 他就說好 那你就是三月份 從此我在這家畫廊 就是每年固定三月鮮花 跟王建民一樣 對 王建民的鮮花非常難非常難 尤其是紐約ヤンキー隊 但是他們的鮮花 投手還是五六個 可是一個畫廊的鮮花 只能有一個 當年 法國有一個畫家叫Bufi 他是每年三月份 在巴黎展覽 皮卡索也是固定的每年 有一個月份在那裡展 那我能夠每年固定三月份 在畫廊展出 應該是很難能可貴的 所以美國聯合航空 特地八月的介紹 應該講這個是亞洲人 第一次被這麼慎重的推薦 但是有一個美國記者 跑到我們文件會在紐約畫廊 文化單位 要採訪我的時候 我們的租外單位說 沒這個人 那個記者最後透過畫廊 跑到我那邊 我都去啦 七八年啦 說沒這個人 所以呀 這是我們 我們國家的舒服啦 想到中國大陸那邊 跟我沒有什麼瓜葛可以 可是我都收得到他們的 寄來的信 一下子說恭喜你呀 日選名人慈海啦 恭喜你啦 印什麼大陸的什麼什麼什麼 每次都會有信來 我們台灣單位 包括北美館 國美館都說聯絡不到 歷史福管說沒這個人 很奇怪的事 那麼我的意思就是說 年輕人 你要做什麼 就是堅持去做 我那個時候舉目無親 語言又不好 我只是覺得 讓作品自己說話 為什麼畫廊十月份展你 馬上又要請你繼續呢 他說紐約大學 藝術學院的教授 帶來一票學生去看來以後說 這個人除了名字是中國人 他說中國人以外 看不出這個人是 是台灣來的啦 那這裡面 包含了什麼意思 就是你的作品 為什麼會引起外國人注意 這個就是 在我們作品上 就叫做 相處 五十年代以前的巴黎 被稱為巴黎派 五十年後的紐約 被稱為紐約派 這個巴黎派也好 紐約派也好 就是把全世界的藝術家集合在那裡 集合在巴黎的這些藝術家 結果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才一二十年又接著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讓這些流落異鄉的藝術家 有家歸不得 所以他們開始懷鄉 人沒有成功嘛 就想念家鄉嘛 所以就畫出 跟他們母文化結合非常深的東西 這些東西被承認了 所以每一個成功的畫家 你看他的作品 都有異國情懷 像夏克爾的畫 有俄國農村的那種感覺 像馬提斯的畫 他有中東土耳其的那種色彩 像皮卡索的畫有非洲的那種 雕刻那種綱衣 像弗吉達的畫有日本的那個服飾會 的那種美女畫的感覺 異國風味 那麼紐約也是一樣 也是全世界的畫家 也是全世界的畫家 去了 沒有成功 也不回頭 所以大家就在那邊 滿懷惆悵 夜懶人靜 被 被覺想家 所以他們的作品 無形中慢慢的慢慢的 就跟 當時流行的畫派沒有關係 都畫出自己的東西 所以 這種 含有很深的母文化的作品 就被接受了 那我的作品呢 也是 在美國人看 在外國人看 這是東方的 可是你畫的是他們西方的畫 今天我回到台灣 台灣的畫壇 跟畫家 一樣 也是不接受我的作品 這是西方的 跟我們沒有關係 那不管你 從這個角度看你 或者從那個角度看你 你都具有異國情調 異國風格 這個是一個畫家 自己很重要的表達語言 為什麼我會離開搜尋 原因非常複雜 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我在洛杉磯展覽的時候 洛杉磯美術館 選擇了我的作品 請我的經理人 用卡車把我的原作載給他們看 當他們在看原作的時候 館長跑出來了 說這是日本人嗎 不是 台灣人 台灣不要 他並不是用作品來選擇 他是用你的國家背景來選擇 所以我就非常失望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紐約時報 每個週末有藝術評論 有兩個很有名的評論家 他說 梁先生的作品我們可以給他專門介紹 但是要我們畫廊老闆 一篇要付五千美金 我想這個天下都相同 不過當時我就有一點很生氣 我覺得這個地方不是我長期待下去的地方 所以我就回來了 我回來以後就選擇在台東 東南 東南 海岸線有一個東南 就是大家現在很有名的一個東南 國小那個東南 在東南的旁邊有一個景點 叫水往上流 人也要往上流 不要往上流 那我就住在水往上流上面 各位有机会去那边旅行 年轻人骑脚踏车也好 骑重型机车也好 或者是各位可以组团 开车或者独自旅行的话 到了水往上流这一站 可以停留 打个电话 两分钟就可以到我家来喝茶 参观我的工作室 我现在住的地方 伊山曼海 非常漂亮 当时是个荒地 很多人都是工人 尤其是原住民工人 你怎么会选择这个地方 我说这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地方啊 他们不觉得 他们不觉得 可是我用了四年的心血 每一棵树 每一棵花 每一块草皮 现在真的有模有样 没事我根本就不出门 有时候一个礼拜 有时候十天 我太太会发车 她说你的车可能没电了 我把它发一发 我说那你根本没有电了 因为你发车的时候没有开动 根本就不会充电 反而浪费电 所以啊 偶尔我会开车 在那个滨海路 台十一线 开个八十一百 冲它十几公里再回家 东海县 我住了四年 太美了 它简直是外国 马路干净 齐花一朝 海岸 这边有山丸 那个云啊 流动 像瀑布 像流水 变化非常多 每天 睡觉 像昨天 有一个载集变的 它下来跳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我说青蛙在叫 我那里的青蛙 就有五六种 有白寒树蛙 雨蛙 折蛙 树啊 什么都有 还有鸟 什么鸟都有 所以啊 是一个 应该讲 可以 好好的 放松自己 你们来 如果 不客气的话 可以自己带睡袋 或者帐篷 往那边 可以 接待各位 艺术 好像是 不重要 所以啊 各位啊 有也好 没有也好 可是 人生 慢慢地成长 当你在社会上 慢慢地 有一点成就的时候 生活无缺了 这个时候 它艺术的分量就加重 觉得我们缺少什么 我们要什么 等到你很有钱了 你想买艺术品 欣赏艺术 却不知如何下手 看不懂了 看不懂了 我们台湾 最可惜的 就是艺术教育 不是指各位的 独立科的 而是 真正艺术科班的 这些同学 当他们大学毕业 或者硕士毕业 或者博士毕业了以后 他们得到了这个学位 但是他们看艺术品的时候 害怕 退却 非常能感 你问他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害怕 他学的 跟他看到的 都不一样 就好像师大 以前一个教授 叫李时乔 到纽约苏河进去了 参观画展 他的学生 师大留学生很多 就说 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乱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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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能讲乱搞 因为他看不懂 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艺术也是多元 大家都尊重对方 所以才会这么多彩多姿 民主风度 也是从艺术品里面去培养 很多人不喜欢你的话 他就批评 他们忽略了 为什么我不懂 为什么不尊重 我第一次 在台中国美馆展览的时候 有一个导游先生带着一票 人在参观画展 看到我的画展 说 哦 这个展览是梁亦芬的画展 梁先生呢 画得又烂又快又多 可是有人要 好奇怪 这个时候呢 他正好看到 有人请我签名 他就说 啊 画家在场 我们请画家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说不用了 你介绍得比我还要彻底 后来这个先生呢 当这些游客走了以后 他竟然没有走 他在那边等我 他第一句话说 梁先生 我说的是真心画 很多画家画得又好 又少 可是没人要 我说 哦 因为我知道画到什么时候休息 我的画都没有画完 留给参观的人去补充 你们 我说画家画好好的是天经地义 没有什么话说嘛 你是画家嘛 画得好好的都是天经地义 但是你为什么这里没有画好 这里没有画好 这里怎么这么随便 它就有意义 大家就会停下来 停下来就看 他为什么这样画 我说这就是窗口 让每一个欣赏的人 停下脚步 走进你的世界 这个我们称为 鉴赏行为 画家有艺术细胞 每一位也有艺术细胞 只是你们可能小说 或者是父母 或者自己的现象 不愿意选择艺术这条路 可是艺术细胞 同样在你们心里 所以当你们看到这幅画 为什么怪怪的 你要停下来 然后走进去 你停下来在干什么 在修饰 在改变 在重新创造 所以画家 我们讲 假设自然是第一度创造 我们称为上帝的创造好了 画家在画画是第二度创造 他是根据自然的东西来画画 欣赏的人是根据这一张画 重新去创造 改变它 它这个颜色很怕人 如果改成这样会好 它这个线条画得不好 如果是那样会更好 这个就是你们在欣赏的人 在做第三度的创造 这个创造行为 我们称为 鉴赏行为 这种感情 就是移入了这个作品 所以艺术品 活的还是死的 死的就是你没有感觉 活的就是你参与了 有一次我在展览的时候 来了一个医生 陈胜道医生 彰化的医生 很有名 他进来看 他说 你是画家 你这个地方画得不好吗 我就说 还好你当医生 不然我饭碗就给你抢走了 他说 我是失贼背 结果我走了 画廊的人跟我讲 那张画一百号 他当天就扛回去了 为什么 这个医生一定很骄傲回去挂着 这是梁一芬的画 大家都知道 之前 可是他一定会跟人家讲 他这个地方没有画 他一定会 又满足了一下 所以艺术品 皮卡索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在画画之前 我不知道我要画什么 我画到半途 我不知道结果 当我画完的时候 这一张画是 随着每一个观赏的人在改变 所以这是活的 所以有一个设计家 他问我 你为什么同样的东西 可以画这么多 而且不一样 我说 这就是设计和创作不一样的地方 设计是 还没有画之前 你就有一个案子 我要设计什么 设计到一半 一定不会远离 那个原来想的那个案子 当设计完的时候 如释重负 跟原来人家要求的 并没有差别 这个就是设计 可是画画不是 刚开始的时候 我画这个 就好像皮卡索 他要画人 他就画 画到一半的时候 他左看右看都不好 他剪了一张布 又把它贴上去 重新画 画到结果是 一个花瓶 插了好多花 变化多大 本来是画裸体的 后来变成花瓶了 变成花了 所以啊 这个艺术创作就是 跟着潜意识在跑 你画画的时候 它是随着潜意识在跑 所以我画画的习惯 为什么台湾很多人批评 梁亦芬 画的那么多 比起我们台湾传统的画家 也许多 比起国际上那些大师 我真的是小妞妞了 小小的 因为皮卡索死的时候 听说留下了十万张作品 环古才画了七年 他留下了三千多张作品 还有像夏格尔 米罗 马提斯 他们的记录都在六万张作品 我今年七十几岁了 我的作品差不多在一万张左右 可是这一万张在台湾的画家是吓死人了 怎么会那么多 我曾经跟一个经理人讲过 他说你的画实在太多 我说台湾 以前 我说台湾空屋有八十万栋 这八十万栋 每一栋只挂一张画 要八十万张 把中国大陆台湾的画家 通通放进去 一定还有空间可以挂我的画 放心 不多 另外台湾有一个画廊 他因为都在做中国大陆画家的画 他就跟收藏家洗脑 这个收藏家就跟我讲 他说 现在开始不要买台湾画家的画廊 将来同意 根本没有用 我说 你们开始要选择台湾的画家 将来三十五省大都市 都要挂台湾的画家 样板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心情很重要 各位做什么事 都要有一个很乐观的心情 我每天早上梳头发的时候 我跟太太讲 哎呀好好哦 白的都掉了 白的都掉了 很高兴 有时候梳起来看到黑的 我说好像都变黑了 我最近胸麻疹会痒 有时候肿到皮肤 有时候肿到脸 我就跟太太讲 上天给我打肉毒感菌 在修饰我的脸 看什么地方应该增胖一点 心里要快乐 不要每天自己走到死胡同 创作也是这样 我常常说 我每天起来 很快乐就画画 那我的画画方式 我的工作是 现在这里小 差不多有这一面墙的大 我就挂一张一张 多的时候是挂十一张 五十号 这一次展出的大概都在五十号 五十号就是五十张明信片大 差不多有门的一边 黄金笔 这样五十号 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 这样画过 然后第一次涂色等干 第二次涂色等干 第三次然后修饰就完成 每天这样做 所以我作品很多 那你一口气在画的时候 为什么不会雷同呢 刚刚我讲的 就让潜意识引导你 很多人都说 梁老师的画 颜色怎么那么漂亮 也有人说梁老师的画 有的人就说 那梁老师的颜色吓死人 其实啊 我用的颜色 是这样 每一次走到 要拿颜色的时候 发现 我要用的没有了 随便拿一个就再继续画 并没有说一定要拿个颜色 但是你这种 随性而做的颜色 它要搭配得好 就是一种潜意识 所以有一个记者问我 你这是什么颜色 我说这个 非色彩的色彩 他说 怎么讲得那么玄 我说 好吧 就像戏符的色彩好了 像我们庙里的色彩 但不是色彩学的色彩 不是色彩学的色彩 所以啊 画画是一件很自由的事 只有一点 两个字 要创作 要创造 要 以前没有的 别人没有的 合乎你自己的 我们称为 有个性的东西 就是有自己的符号 有自己的语言 那你就存在了 在画画这个工作 我画了五六十年 最 应该讲 还算满意的 就是不要签名 差不多全世界都认得 这是我的话 这是我的话 当然 它已经成了一个 典型的东西 被模仿的就多 当我 九九年 从纽约打包 要回来的时候 晚上 我带着太太在散步 我就说 你看 对街 有我两张画 他说 对啊 他很兴奋 有一家画廊 大橱窗 有我的画 我说 请左近 一看 不是我的画 是老外的画 它只是模仿 我的样子 2005年 2005年 2006年 台湾 模仿 我的画 据 侧面了解 应该几千张 他们自己说 有一万张 因为这流落 在台湾全省 还流落到上海 北京 索尔 新加坡 都有 还有福建 鲜游 对这件事 有时候 你也是放开心怀 你没有名 谁放你 喜欢名牌包的 有钱人买真货 没钱人买防茂货 照样在用 所以有时候 你只能够放开心怀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处理 这么多俗事 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觉得 很多人也许对艺术 因为不急迫 很陌生 就像我的小孩 我在纽约的时候 他正好这里硕士毕业 去服兵役了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 他服完兵役 他存了一点钱 他要到欧洲自助旅行 去参观各国的美术馆 我吓了一跳 你这个科技的 学科技的 竟然要去看美术馆 是不是这个老爸错了 当时叫他学这门 因为我觉得艺术太难 我不鼓励大家走这条路 结果他走这条路 结果他果然他出去了 第一个旅程在希腊 应该讲就拜信而返 他被洗劫一空 我说 好感觉你没死去啊 他怎么样呢 他在旅行的时候 说有一个老外 也背着背包 跟他搭讪 说你自己出来旅行 他说是啊 那你住哪里啊 他说我住哪一家旅馆 那个贵啊 我住在一个好像民房 他说我可以给你介绍 那我这个儿子就说 他说你来啊 明天是我的生日啊 我这个儿子啊 真的很老实啊 第二天就去找他 还带了生日礼物 这个老外说 给他一杯可乐 一个饼干还是什么 他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给他留了一个纸条 你的隐形眼镜 我给你拨下来了 放在这里 然后呢 什么都不见了 只有护照跟机票在 还好他旅行支票是追回来了 可是他的提款卡里面啊 被领走了 领到额度都领走了 还有现金被拿走了 然后他就没钱了 就回来了 我说还好 你今后要去美国读书 有这个经验 算是非常幸运的 所以啊 我觉得 艺术这个东西 当你要的时候 已经太慢了 所以多读书 多看 多什么 现在国内 因为我们有钱了 常常举办了很多世界民化 跑到我们这里来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 你们看到的 有机会看到的 应该都是 他们仓库里面的东西 我们称为板凳啊 二军啊 不是一军 一军还是挂在 他们当地的美术馆 每年有几千万人在参观 他不可能摘下来 用到台湾 他只是这个画家 他放在仓库里面 或者是别的措数 赶快拿来台湾展 有保险费还有钱赚 但是已经不错 那就是 都是大师级的作品 所以 艺术这个东西 看起来没什么 但事实上它蛮深的 台北异大 台北异大 就是关渡 有一次 台异大吧 有一些学生 差不多十年前吧 去参观故宫 有一次皮卡索的展览 可是这些学生去看展览 他们通常 在讲的一句话是 啊 皮卡索怎么六十几岁 还可以有那么多小姐爱他 他们不是在看艺术 他在看人 其实 一个艺术家 或者任何一个行业 就像山上在宫顶 只要你爬到顶上 你就是英雄 我在美国十几年 我的孩子从高 国中 高中 大学 到大学毕业 到得硕士 我都不在他身边 我只跟他讲了一句话 人 按照尼采讲的 只有两种 一种是英雄 另外一种是崇拜英雄 也就是说一种是偶像人物 一种是崇拜偶像人物 我说如果你要成功 你要当偶像人物 当英雄 你必须比别人加倍努力 各位 如果人家读书 六小时 你可以读十小时 八小时 如果你不想成功 要快快乐乐 自己认为很快乐地过日子 我跟他讲 我看不到你们 你也可以去夜店 吃个大麻 买个摇头碗 自私 这个我都不会介意 因为我看不到你 按你的选择 所以读书是很难的 成功也是很难的 刚刚我跟你们主任 跟你们教授讲 任何行业 它都有一个房金 房金比率 房金法则 你要爬到顶端 十个人里面 顶多两个会成功 五个会失败 三个在那里苦哈哈 撑啊撑 所以你要成功 没有不努力的 艺术也如此 我们台湾的艺术家 太安逸 因为他们都有教职 都拿政府的薪水 所以他们是 等于有空的时候 画一画画一张画 好久好久 这一张 这支画笔 才沾了油画 马上又要洗掉 每天光洗笔调色 就浪费很多时间 一个职业画家 像我个人 在画画的时候 是一桶颜色 笔擦下去 就不会再拿起来 一定画到空 画到涂掉 那个笔始终不洗的 这个笔啊 有时候我自己都好像 不应该丢掉 一桶一桶留着 如果一桶一桶留着 不知道要摆多少地方了 颜色也是一样 我们很多画家 就是太安逸 也等于 就好像台北有一个画家 讲画画是个人的事啊 干嘛要出去呢 我忽然间觉得 对啊 打棒球也在家里可以啊 任何运动项目 为什么要去参加奥运会呢 你不去跟人家比较 你怎么知道你的金粮 有一次 我跟李院长讲过 画家成功的非常少 因为出去学画的 这三四十年来 隆隆重重 加起来我看不到几千人 但是出去 像你们学科学的几十万人 所以你们几十万人 你们要成功的比例 当然比出去画画的人成功的比例 要来得高 来得多 我的孩子 去美国留学 回来 他说他 非常讨厌他的教授 他要换老板 我说 为什么 他说我老板非常偏爱 我说 哦 对方很帅吗 他说没有 我说 那对方一定很优秀 他说对 他是北大毕业 奥林匹克化学第一名 是波克莱大学硕士 我说那当然了 你台大交大出去 你又没有得过什么 对不对 你就难怪 那个教授 他说我很讨厌 我的研究题目 教授也叫他同时来研究 所以我要换老板 所以第二次他才换到 公企会的身上 这样 那么我说 中国大陆 为什么会优秀 人才太多 人太多 像你们学校 培养的都是科技人才 别的学校没有 当然你们在科技界 在电脑界 在什么方面 成功的要多 所以啊 你们在这方面成功 是当然的 可是文化素养 艺术修养 也应该是同时培养 心态上会好一点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很拉扎了 各位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各位同学 我们先用一个掌声 给梁一芬梁老师 其实梁老师像在说故事一样 跟大家分享 他50岁到纽约 去闯天下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那段经历 其实可以给各位同学 很大的一个启发 因为未来我们会面对 我们未知 就是不可知的未来 那你会到哪里 到哪一个领域 或者是碰到怎么样的人 碰到怎么样的环境 或者是困难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你就是要用这种态度 乐观 坚持 还有热情 甚至固执 来面对你的未来 那梁老师走出他自己的路 就是包括梁老师 他的画风 其实艺术 艺术创作最困难的就是 怎么样在传统的技法 或者是非常多的流派里头 你走出自己的路 因为艺术家那么多 其实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都很多 可是你怎么样能够胜出 让世界看得见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梁老师在他艺术领域里头 他走出自己的路 那就是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然后他坚信自己的理念 那他也用他的认真跟热情 在面对他自己最喜爱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生的态度 是可以给很多 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一些启发 那因为展览下一个礼拜二才开始 所以大家今天 因为梁老师故意要卖关子 所以没有让大家先看作品 那梁老师的作品 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这次会展览的是 他就是其中 他创作里头的其中一个 非常知名的系列 黑美人的系列 那我先给大家看看画册 看看画册 这个画册因为太贵重了 所以我没办法送给大家 不过也许等一下发问的同学 我们送两本这样 好 对 非常精彩的作品 那很多的艺品家 其实对老师的创作 也有很多评论 就是老师的作品 看起来非常的单纯 就是他其实里头有一个 艺术的本质的美在里面 那很多的艺术创作者 其实他要讲的话 就在他自己的创作 你要去寻找 就像老师讲的 每个观众 其实都要跟作品做对话 那观众本身 其实你也参与了那个创作 就是再创造的一个过程 所以很期望我们在场的同学 你们下个礼拜二开始 我们从10月27号 一直到11月18号 会展老师的作品 那大家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一个展览 请大家一定要来参观 那先让大家发问 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请教老师 那我这边有几个礼物 第一个是两本老师的画册 等一下老师指定要送给 哪位发问的同学 那另外我这边还有四张 今天晚上在我们中正堂 有一场很棒的音乐会 叫德国人生 就是一个人生的乐团 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六位艺术家 六位艺术家 他们不用任何的乐器 可是在舞台上 透过他们的自然的乐器 他可以创造出一个 非常美妙的乐音 那我这边手上还有四张票 等一下如果有发问的同学 可以送给大家 好 来 我们就请大家 好 来 先生 大家都听过这一句话 说意在言外 画画也是一样 你要让人家透过你的画 增加你的想象力 如果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都画得清清楚楚 交代的好了 就没有你创造的余地 你只是在用眼睛在看 那么现代艺术是要让你用脑 用心 用感觉 去了解 这个就是我常常讲 不要把画全说满 让人家有补充 有参与的空间 所以把它单纯化 这个就是我创作的一个手法 红通 我个人觉得是我们台湾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 我在纽约看到一本书这么厚 这么大 我的书架是摆不进去 我都很晃 那本书写的是Primitive 就是原创原始艺术 我欢了 我很感叹 除了Rousseau以外 没有一个画家 收入在里面比我们红通还要棒 但是因为我们偏处在这个地方 红通 虽然那么大的天才 却没有被发现 发现红通的是一个巴黎上个世纪梦 最伟大的画家叫Dubufi Dubufi先生把红通的两张画 放到他的洛杉美术馆去了 他推崇被制 红通在 应该讲1976年左右 第一次在南海路美国新闻处展览的时候 当时的中国时报找到我 他说找了十个人 写红通的话 十篇里面有九篇都骂红通 幼稚 小孩子 什么 你们如果可以重新找到这个资料 唯独我当时说 一个画家 一个人是不是要当画家 生出来那一刻就决定了 红通就是画家 他五十岁那一年病好了 他不拿锄头了 他拿画笔了 他画出了前五古人 后来者的话 我接触红通的话是比他发表的时候还要早六年 是当时的一份英文杂志 我已经忘了 里面介组里面介绍了好几页 是一个美国记者到南昆森去参观的时候 看到了有一个农夫 用竹竿挂着一张一张的画 蹲得远远远地看人家对他作品的反应 这个老外很好奇 就把它造起来了 我看到那些作品 我是画家 我的感动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说真的 我就蹲在我的工作室 拿起 拿起 数学本 一直 循着他的模式 他最少画了一整本 非常感叹 我们不是他 根本不能抓住他的想法跟精神 红通是没有读书的 但是他生养在这块土地 他看到的庙会 演戏 生活的这些东西 深深地跟他的身体贴在一起 所以当他想画画的时候 他也不学了 他就直接原原本本 春蚕吐司 一直画画 画到死 红通最后是饿死的 很可怜 但是他的儿子是开宾室车了 因为他动不动就是一张爸爸的画 一张爸爸的画 很享受去了 这是红通 红通是非常珍贵的台湾的宝 但是很少人去珍视它 尤其是县政府 以前的县长 带着蒋经国去看红通的时候 红通没有出来 那蒋经国跟那个县长就站在外面等了好久 说怎么没有出来见总统啊 他在里面 他穿着短裤 他说我没有裤子穿啊 他很穷啊 我没有裤子穿啊 然后他太太赶快拿了一条长裤 让他穿 他就出来了 出来见总统的时候 他拿一张画 他就说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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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这个县长马屁就说这张送总统收回来 没有啦 总统要要重新画 这个就是红通的故事 我有个朋友当时找我 他说梁先生 当时的钱很大喔 差不多四十年前 他说我带了二十万 想去买红通的画 买他个几张 我说回来他又到台中找我 我说你买到了 买不到 我把钱放到桌子这样摊开 满满的说 这一张画 这个桌子 这个钞票 跟你换同样大小的画 红通瞄了一下 那才五千块啊 太少了 那红通 他一张画要卖多少 开架就说五万 五万他不会说多 就是五万 当时五万也很大了 台北火车站前面有一个教英文的先生 挂的散 霓虹灯 叫马尔寇良 不知道你们年纪大的人才看得到 现在大概没有这个人了 马尔寇良 马尔寇良啊 看到报纸 灯 红通病了 没有前一病 还是红通的儿子病了 没前一病 他想卖画 这个马尔寇良非常好心喔 他就马上寄了三万块去 向红通买画 结果红通把画寄给他 打开来一看 红通啊 把名字涂掉啦 他气死啦 他说怎么搞的 我买你的画 你把名字涂掉啦 红通说 三万块怎么买得到我的名字呢 这就是红通 很可爱 好 老师 请问一下 怎么说那个 乡土文物是形塑老师 您的艺术思想跟那个 人格的根源 那这些在画里头 就是 我看了一下这个画 可以看得到这个部分吗 这个有时候 就好像我们常常形容人家说 断章取译 最好啊 你就是概略的把它的创作过程了解 那怎么讲 寻塑我的艺术 应该是讲 我非常叛逆 非常坚持 在台湾艺术界 我几乎没有记录 任何省办展览 官办展览 地方展览 我从来缺席 不参加 因为我参加 一定落选 一定落选 他们是 就不是他们 习惯的东西 那我也因此很坚持我的话 我根本不管 谁来肯定你 自然有人肯定你 我常常说 女孩子 不管她长得怎么样 最后都会有一个婆家 男人不管怎么样 一句台语 这只餐雷要搭一台屁 最后她都会有一个归宿 所以我常常讲 我画我的 我又不卖很多人 只要有一个人喜欢就够了 所以啊 怎么寻塑我的作品 跟我的人格 就是说 大概就是我的个性 我的坚持 我的叛逆 我的独来独往 很多人 包括台义大教授 包括东大教授 梁一芬很厉害 不是说 我交女朋友厉害 也不是说 我盖新房子厉害 而是我卖画非常厉害 花园新城有一票艺术家 过年的时候聚在一起说 梁一芬的画 那么多 那么烂 为什么卖得那么好 第二个画家就答 他很会应酬啊 有一个东大教授听到了 他说 他怎么 跟谁应酬 跟有钱人应酬啊 他说 为什么跟有钱人应酬 有钱人为什么要跟梁一芬应酬 因为梁一芬玩古董啊 古董 有钱人玩古董 然后他就把这句话 说给我听 我听了非常高兴 为什么 梁一芬的朋友到现在还苦哈哈 我这辈子就白糞了 当然我的朋友跟我一样 大家年长啊 都要有小有成就才对啊 但是我的朋友买我的画吗 答案是非也 因为当我年轻的时候 他们也年轻 他们都说 你也买一张我送我 你就会我送他 然后他请你吃饭的时候 只一摊开 你也买这个 给我儿子 给我女儿 给我朋友 你也画 等到你慢慢成功了 你展览会的时候 请他来看 哎呦 这么贵 没有人买你的画 越有钱的 越舍不得钱 所以啊 我说 我的朋友有钱 我很高兴 但是我的朋友买我的画吗 没有 我的画不是卖给我的朋友 这个是很安慰的 这个就是说 我的个性 使我的作品 非常 不一样 哎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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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先生可以說是對藝術非常了解 我年輕的時候 第一張畫賣掉是板畫 我做了一張板畫 夜裡刻刻刻刻啊 掛到藝術家畫廊 才掛上去 當天來了一個法國人 他就買走了 那個是應該講民國六十年 我賣了一千塊 我的薪水一個月才一千塊 好高興喔 鼓勵我再做板畫 我第二張板畫 當時台灣所有的藝術家 包括陳廷師啦 江漢東啦 吳浩他們版畫 都簽八分之一 十分之一 就是說這個板只做十張 我就寫五十分之一 所有畫家看了神經病啊 你印那麼多誰要呢 我才掛出來 就被買走了 大家一看很振奮 結果我那一張畫 參加挪威國際版畫雙年展 會場 賣掉了二十一張 得到了一筆 當時覺得很幸運的數目 我拿到支票 跑到花旗銀行 要去兌現的時候說 怎麼證明是你的 因為我的簽名是Louis梁 我的身份證是梁一芬 搭不上去 我說 我怎麼證明呢 這個時候裡面有個經理 他跑出來 因為他的孩子是我的學生 他說梁老師 錢給他 就是這樣子 後來 我做的版畫 都編三十張到五十張 在美國新聞處展覽的時候 來了一個先生 老先生 看來又說 你的畫能不能改一下 我說改什麼 兩百張 我說哇 兩百張有人要嗎 他說我全買 我說不能改了 不能改了 這個已經賣了好多張了 他說可惜 我說兩百張你怎麼賣 他說 他叫漢宮藝術 在松江路 他說我賣到歐美兩百個城市 一個城市只有一張耶 我才知道生意人會做大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說不行 結果我這五十張編號賣光了 後來我AP還是編了十張也賣光 連那個版人家都要 我就刻一個叉給他了 結果這個版畫 被台中一個寶石店 把它用作招牌摟過去了 後來我從美國回來 他請我吃日本料理 說梁先生 經濟部說要你授權 才能變成我的商標 我就說好啦好啦 簽個名給他 也沒有拿他分文 這個就 那我在美國畫畫 有一年 過年 也就是1991年過年的時候 過年中國人的習慣就是減脂 減脂 這個時候我忽然間來了靈感 對啊 為什麼不能在油畫布上表現剪脂 表現板畫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第一張 第二張第三張 第四張第五張 我是連作 都是黑和白 線條勾完了以後就是塗白跟流黑 就是由板畫延伸出來的 然後呢畫完了以後才 接下去畫就是慢慢的加顏色 加紅的加綠的加藍的 所以越早期的作品 越沒有顏色 當年在北美館的那張海報 只有黑白加上紅色這樣而已 好像沒有紅色只有黑白 就是這個道理 這位先生觀察得非常透徹 而且證明你做過板畫 沒有 好 謝謝 謝謝 老師你好 我想請問你就是我好奇老師 你自己在回顧以往的作品的時候 會不會有想要重新畫的作品 然後你曾經重畫同樣的作品高達幾次這樣子 還有就是我很好奇如果畫家他把他的畫賣出去以後 結果結果那一幅畫是他想要重新畫的怎麼辦 就是可以要回來 OK 每一次我看到我早年的作品都會嚇一跳 哎呦 那子怎麼那麼厲害 我從來沒有說有動機說 這個畫得不好把它改掉 所以啊 我後來畫得跟以前不一樣 那個是時間的轉移 每一次我看到舊座都嚇一跳 欸 怎麼那麼好 而且我手邊沒有了 市面上都知道 我用double的錢把它買回來 好 如果他不賣 他一張畫可以跟我換兩張 好 我跟你先生講過了 我一張要跟他換兩張 只要早期的 我都很珍惜 我都很珍惜 我不會覺得早期沒有畫好 因為當我離開李老師的時候 我應該講 我那六年功夫都沒有白費 為什麼這位先生說我線條美 我跟李先生學畫六年 畫了幾萬張的素描 都只用圓紙筆或者鉛筆 畫線條而已 沒有顏色 所以有時候畫得這麼小指頭也畫 大一點的指頭也畫 從來沒有顏色 只畫線條 所以我老師講了一句話 你的畫會非常大 他從這麼小的指頭 他知道我的畫會非常大 所以我最大的畫有這個畫面這麼大 所以我也有一點很佩服我的老師了 可是這六年我只畫線條 我老師講過一句話 這一句話其實做任何事情 都可以用 他常常說 馬提斯說過 用一根線可以表達的 不要用兩根線 用兩根線可以表達的 不要用三根線 也不要用一根線 就是過猶不及 所以當你在淬煉你自己的線條的時候 經過幾萬張 你就會拿捏得非常準 台中 台東 都有人說 梁老師 我跟你學畫 我說沒時間 最好你畫樹苗十萬張再來找我 一個說我畫了十萬張還找你 我說對啦 十萬張你已經會畫了 為什麼要找我 就是要畫十萬張 因為這裡面你就是在 不斷地在淬煉自己 所以我是看到我早期的作品 因為每一個時代都在變化 我很感嘆 我很珍惜 我不會去改它 那個 反而自己很後悔 當沒有成功的時候 沒有受到肯定的時候 燒掉的 毀掉的 塗掉的 最少有四個不同風格的作品 很感嘆 很感嘆 現在才想那都是錢 我現在是 怎麼樣亂做 都有人要 所以我就很感嘆 剛剛在路上 有一個饒先生在我的時候 他說皮卡索 我說皮卡索沒有成功以前 因為在巴黎非常窮 住在閣樓 他的床又被一個 路面睡著了 所以他是跟他約定 因為他比較窮 他只能睡白天晚上要工作 那個作家是睡晚上白天工作 所以很冷下雪天 皮卡索又不能睡 又無聊 就把作品一張一張燒來烤火 我說世界損失了幾十億美金 沒有啦 這個就是非常可惜的 有紀錄嗎 過了你就還要增加票或者增加書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有關你利用潛意識來做話的一些問題 那我想要就是反過來問說 你是用怎樣的角度 或是你個人讀到的一些見解 或是你的感官 就是去可能說是養成你的潛意識 或是讓你變得特別的出眾 然後反映在你的畫作上面 你是怎麼樣培養你的潛意識的 好 謝謝 挖掘自己很困難 有一個畫家 他說能不能參觀你的工作室 我說好 因為他在寫生 看到我 喔 你這個是想像派的 我是寫生派的 好 我就笑一笑 因為我們眼睛看的世界是有限的 頭腦裡面的東西是無限的 怎樣發展你頭腦裡面的東西 我跟我們老師學畫的時候 只學到一句話 看與不看之間 所以我在練習的時候也是看著人在畫 但是你不能一直看著他 他會把你親眼 你白目一直看我 尤其是小姐 當時我都在火車站 後來畫到最後 我去廟裡面畫菩薩 因為他不會抗議 所以你在畫 畫的時候只能瞄眼看 所以看與不看之間 慢慢的你就會遠離那個東西 然後就帶進來一部分的想像 然後就 每一次畫的時候 就跟真的 會有分離啦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 這是一個方法 我可以問嗎 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老師他之前有提到說 他希望大家能夠 不管各行各業都是要努力才能夠成就 才能夠有所成就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說 要走上藝術這條路 可能需要一些天賦 如果像我們可能自己覺得沒有天賦的 老師認為努力 就是真的也是可以 就是有所作為 一般作為這樣 也希望可以作為 給在場學弟妹一些鼓勵這樣 OK 每一個人都有美的藝術的細胞 你看娃娃 如果你要抱她 一個老太婆或者是都不打扮的人要抱她 她不要她哭啊 一個漂亮的小姐化妝她馬上所生過去 愛美就是天性 每個人都有藝術的細胞 所以啊 誰只要經過努力 我想都會有成功 至於成功到什麼程度 我告訴你 你要承認每個人有不同的優點 不是朝東的才會成功啊 朝西的也會啊 朝南朝北甚至朝地下都會成功 喔 所以你的東西只要表達你自己 堅持的那個方向 你會成功 喔 不是說你一定要怎麼樣 畫畫 你可以畫出 就好像畫壇上有這麼多形式 有抽象畫 抽象畫裡面有 有什麼行動畫派 有激情的抽象畫 有抒情的抽象畫 像趙烏吉 有各種不一樣的抽象 寫實也有不一樣的寫實 抄寫實啦 或者寫實派啦 或者是什麼攝影寫實 都有 所以啊畫是不同的 我們看同一個畫派 就是野獸主義 有馬提斯 有丁肥 有蘑曼克 每一個人的風格都不同 都一樣有價值 好 所以啊不要說我沒有天分 沒有天分是自己 把自己 我們講 自己醃起來不好 就是這樣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 歡迎大家下一個禮拜二 下一個禮拜二 10月27號的中午 我們在前面的一文空間 我們12點會正式開幕 就是老師的展覽開幕 那歡迎大家來參加 那在27號的下午1點半 老師也會親自做導覽 在現場導覽 所以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你們可以現場再來請教老師 尤其看到老師的作品 再請教老師 我想會更有感覺 那最後我想是不是 我們先再用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梁一芬 謝謝梁老師 好